大家好,回到现代三国之下 继续讲俄乌战争 今天有些事情爆给大家 这件事是各方面的渠道 各方面的消息渠道 各方面的情报来源已经确实了 尤其是俄罗斯那边已经确实了 如果他们确实,也应该是真的 这些东西全部是俄罗斯那边的语言 这些东西是失礼的 所以如果他们承认,那应该是真的 不是说那艘战艦 那艘战艦整体来说是不重要的 那艘莫斯科娃巡洋艦 很大机会被乌仔两颗反栏导弹击 但那两颗反栏导弹是小东西 当然马上没有沉 结果导致另外的爆炸和火 他们本身俄罗斯海军那些 都做得一样的 结果就沉了 那件事不说了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实在的影响 有人说因为这艘长阳艦沉了 那俄罗斯很生气 那即刻那些攻击突然间很明显地强些 那这个也是废话来的 是两回事来的 俄罗斯现在增加那些攻击 是和塞了一只巡洋艦是无关的 他怎么都会去加剧那些凶杂的了 之前其实已经说过了 因为几个原因 现在是真的想搞定乌军 加上几样东西 例如 乌军政府是不肯谈谈的 普京和莫斯科已经了解了这件事 是谈不得的 就算他们想谈 美国和北约都会破坏 这些和平谈判 乌军,乌军应该是更加什么 他更加不想谈 因为他是美国的人 他那个中心 他那个整个利益在美国那边 不是自己的国家 不是自己的平民 他自己的国家在这里死 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 我未进入正题之前 讲讲现在Maiupo的情况 Maiupo的情况就是 俄军已经占领了整个城市 剩下上次说过 Azov Steel的厂厂 在Azov Sea岸边那里 现在那里有大概三千多人 之中有大概四百个外援兵 俄罗斯就出了一份报告出来 就是说 乌克兰整个战场 现在有六千八百名外援兵 二至六十几个国家 最多就是波兰 然后就是美国加拿大 罗马尼亚 波兰和罗马尼亚就最近了 所以你开车过去乌克兰是很容易的事 还有他们的边境 基本上是没有人守的 你随时出出入入的 你走过去都可以的 没什么所谓的 所以最多人就是波兰 然后美国加拿大 罗马尼亚 之后就是英国和Georgia Georgia是中亚一个小国家的Georgia 另外欧洲国家例如 拉脱维、瑞典、丹麦那些都有 法国的Franch Foreign Legion 也有人去 因为他们遗弃了一些 Franch Foreign Legion 专用的帽子 即是他们那双帽子 但是这些Franch Foreign Legion 他们就未必真是法国人 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 Franch Foreign Legion 是很多国家来的 甚至乎中国、蒙古、香港 有些前警察都参与过Franch Foreign Legion 即是全世界联合国来的Franch Foreign Legion Franch Foreign Legion 当然有乌克兰人 这些应该是乌克兰裔的Franch Foreign Legion 现在打仗就回家帮忙 应该没有法国政府的官方批准 他们回家打仗 就带上Franch Foreign Legion的制服 甚至乎有某些工具 现在就在Maiupo那里 即是跌归了 被俄军就执倒了 哇 Franch Foreign Legion 也有 但是这些Franch Foreign Legion 应该是乌仔 另外 通晒天 就是有两名英国佬被人捉了 即是上了镜子那只 英国政府透过传媒 就说 不会不管他们的 英国政府的Official立场 这两个人不应该在那里 就是这样 即是叫他们执事 我们英国政府不会做任何事去尝试 拿他们回来 太难做了 俄罗斯那边 应该说Donesk Militia那边 即是亲俄Donesk军团那边 就是说 这两个人不用指望 这么快去尝试 因为凡是这些外援兵 就不会受一般人权对待 即是一般Geneva Convention 去对待战俘的条件 这些不受的 你外援就是不受的 外援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 但我们始终是俄罗斯民族 我们是文明民族 我们就不会去尝试他们 最多都是坐很多年监 就是这样 这两个人应该 没那么快就回到家了 另外 Ezostor Steelworks 这个连钢厂 那些乌仔和外援兵 全部都在地牢那边 这个地牢都有八层深 我不记得上次有没有提过 就算有我现在再说 所以如果俄佬要攻进去 的确是困难的 上星期俄佬就给他们一个 deadline 即是那个deadline就是星期日 星期日要投降 要不然就来了 现在俄佬就再extend deadline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叫他们投降 那就拦截到一些乌仔 和基辅政府的通讯 乌仔 即是Ezostor Steelworks 的乌仔 就要求可不可以投降 那扎林斯基政府 在基辅政府就说 不行 不可以投降 继续打下去 还要下命令 叫Ezostor 阿速分子 如果其他乌仔兵团的人士 不听话去投降 你们阿速就要打他们了 因为现在有三群人 有普通乌仔的军人 有外援和阿速 阿速就是那群极有的纳粹分子 即是那群喪的那群人 其他乌仔和外国战士 有些是颈争争争争 但有些人是未必的 尤其是爱国战士 他们主持人 而是来贪玩的 他们一以为是打机 打得太多call of duty battle field 那样 好像打了wars game 过来乌克兰 将打一场wars game 但其实不是的 俄罗斯的空军 以及火箭炮 大炮原来是那么堅 已经杀了很多外援 现在基本上被包围,快要死了 他们想投降都不行 因为有那群压缩丧尸在 他一走就被那群压缩丧 所以现在看看怎么办 你走就很大机会被压缩丧 你不走就被俄佬搞定 那俄佬怎么想搞定他们呢? 因为刚才提过,整个bunker是八层深的 即是深过地铁躲在里面 那俄军有一个提议就是 全埋起他们,用水冲进去 先浸死他们 因为这个厂在郑的岸边 如果你要泵水进去浸死他们 其实也挺容易走 如果浸死他们,然后用石屎埋起 整个地方就不用攻进去 俄佬那方面可以省很多人 但是当然,烏仔阿束和外援死了很多人 死得很惨 就不死边埋 所以这就是Batman 谁叫你不早点投降 应该早点用武器 射低那些阿束份资金 然后就向俄仔投降 所以myupro就搞定了 问题是怎样去处置这三千多人 OK,入正题 说一说爆料 这些爆料就是中国情报 中国分析员有提到 另外,在欧洲那边 亦都有些情报 是说同一样东西的 以及俄罗斯那边 也有说这些东西 其实也算是很可见的了 不是俄罗斯政府说的,是某些人 那是什么呢?就是说西方情报人员 是已经滲入了FSB FSB就是俄罗斯的内部情报局 俄罗斯本身是很多情报局 大家都可能认识冷战时代的KGB 冷战过了,苏联倒了,KGB也解体了 但是KGB就显变了几个组织 包括FSB和SVR 另外有GRU GRU就是军方的情报局 即是 within俄军核下的部门 但是政府的情报部门有两大个 一个就是SVR 另外那个就是FSB 那两个情报局 都是answer directly to俄罗斯总统 即是普京 那现在就是说 尤其是FSB那边 即是有几个军官 就出卖了国家 做了二五仔 因为他们跟西方那边合作 给了一些假消息 给普京和俄军 那这些假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说乌仔 整个乌克兰 其实很快就倒下了 如果俄军我们攻进去 他们就当我们是解放他们 还有赵恩斯基就很快就投降了 这样说 这些假消息就说了给普京 说了给俄军 这样令到普京和俄军 两个月前攻进去的时候 就很斯文 很手远 我们看到的 之前我说过过几次了 几乎空军没什么用的 巡航导弹的空袭 只是当时 只是某几个目标 俄罗斯的game plan 就是 我队垃你某一些战略目标 包围你的城市 那你就很快就投降了 大部分乌仔平民都会拍手掌 欢迎我们 乌仔军都会放下武器 然后投降 结果没有发生 乌仔军都挺猛烈的反击 但是 他们反击得来是无效的 所以 虽然俄军都有四伤 但是 他们的确是成功的 我想强调这件事 因为前几集 我做过两集 就是说俄军那些 俄军的弱点 的确是有 但是我不想给大家一个印象 就是他们是不行的 是刚刚调转 俄军 这个campaign 其实是成功的 但是成功得来 有点问题 所有打仗情况都是这样 重要的是 如果你比起美军 美军打伊拉克那时候 这次俄司的行动 是比美军成功得快的 但是主要是 普京和俄军被人骗了 因为西方的情报人员 滲入了FSB 影响了 收买了 至少两个高官 说两个应该有多一两个 但是 现在俄罗斯那边说 这些人都被抓了 抓了 坐牢 由西方的角度 放这些假消息给普京 是想引他们攻进去 乌克兰 因为西方的game plan 是这样的 引普京和俄军攻进去 然后就令他们打得很伤 越伤越好 但是这也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用这些事情 他们的行动去制裁他们 有借口去制裁他们 有借口去开始一个非常庞大 和全面的经济战 即是连他们中央银行的钱 都没收 这件事基本上是 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 没试过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纳税德国和美国打得这么激 在美国Federal Reserve 那些德国纳税德国的金 仍然是没事的 仍然是没收到的 仍然是没收到的 但是现在果然是收到俄罗斯的资产 所以是前所未有的 Anyway 西方的game plan 打全面经济战 就希望可以堆垮俄罗斯经济 一堆垮俄罗斯经济 就可以导致莫斯科 或者普京的regime change 到时普京下台 或者被人堆垮了 西方可以碰一个法律政府 在莫斯科 然后整个俄罗斯 就听搞听话 这个就是西方的game plan 但是没有发生到 因为虽然有这么全面的经济打击 俄罗斯经济保持得住 没有坏 勞布还要反弹 B型反弹 大部分国家没有支持制裁 只是美国的所谓盟友 那些奴隶国和其他国家 例如日本、南韩、澳洲、新加坡 新加坡其实很难做 新加坡现在想吃两边 支持制裁 但同时帮习近平说好话 基本上新加坡是吃两边的 没办法 这些小国家一定要这样做 但是现在俄军那边就急剧去转乌仔 还要是不同的地方 因为美国那边就是 兜兜免说 会继续传一些工具过去帮乌仔 但是美国那边也有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的火箭反弹黑导弹 已经传了很多过去 英国的M-Law也给了很多乌仔 令到英美的反弹黑导弹 现在的量就开始少了 开始低了 自己都没有 听消息就说 起码要大半年才可以再增产了 现在英美的货仓本身 已经没什么货仔剩 所以不能给得太多被乌仔 其他方法都不行 原本之前想去送一些T72坦克 其他欧洲地方的T72坦克过去帮 不可行 因为其他欧洲国家不太肯 免得跟俄罗斯搞得这么强 因为现在已经搞得很不够了 现在已经在谷底了 又没有天然石油气用 食物inflation又升成倍 很不够了 再辣起普京就真的没有运行 这是第一 第二 你运反坦克火箭炮 其实也算是容易的 因为你放在货车或者车尾里面 很快夜晚地运进屋仔地方 下货然后运回波兰或者罗马尼亚 都挺容易 算是容易 但是坦克车和战机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很难混进去的 很难偷偷地混进去的 这些东西很容易被俄罗斯卫星看得到 之后就炸到你妈妈都不认得 所以重型武器就很难混进去 现在那些反坦克导弹 即Javlin和In-law那些 那些都不会直接混进去胡克兰了 现在的安排是这样的 在波兰和罗马尼亚 去到边境那边 放下 然后乌仔就要过来 进来 罗马尼亚 或者进来波兰 拿货 然后就进去乌克兰 这样的 北约人员 包括 罗马尼亚 和波兰 是不会进去乌克兰的 因为太危险了 一进去乌克兰 俄罗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炸死你 你又没什么可以反抗 It's too bad man 是你的问题 你一进来乌仔边境 进来乌仔的地方 我做你了 所以他们那些人 明白这件事 就不会过过边境的 我那些工具在附近摆下 你乌仔要过来我这边拿货 然后你自己进去 你自己收拾 现在是这样的 另外 刚才说到俄罗斯的 攻势 就是加剧 现在是炸到Livit 俄罗斯用他们的Caliber巡航导弹 就打Livit Livit就是在西面的城市 就是近着波兰的边境 几日前的事 有5枚Caliber巡航导弹 就击中Livit 那些基建 其实之前都打过 因为Livit那里有 一个外援兵的集中营 几个星期前 大概1个月前 就已经打坏了 这个集中营的基地 还要是30枚巡航导弹 打坏了 基本上是毁灭大部分的基地 死了很多污仔 死了很多外援兵 很多外援兵 因为那个集中营就走了 他们想不到俄罗斯 俄军一蹈起来 要攻击你 原来是这么强的 这么猛的 那些集中营 基本上他们经常睡觉 突然间 30枚巡航导弹来 以为平地 大部分基地是坏了 他们那些污仔 外援兵就被石屎炸死 如果不是炸死 有个问题就是 现在打了两个月 现在才开始炸Lavid 和其他设施 是的 Lavid没什么碰到 只是之前外援兵集中营 现在是其他基建 所以 一直都说过几次了 就是这场仗俄军是打得很斯文的 现在才开始没有面子 因为普京的立场就是想和你 阿扎林斯基 跟你谈好一件事 希望你就可以符合某些条件 大家都可以和和平平 可以重建乌克兰 因为从俄国的角度来看 这场仗不是针对李乌仔 这场仗是和美国打的 只不过李乌仔是被人利用的 始至终俄佬对乌仔 是当他自己人一样 自己的民族都是那个祖先的 是不想杀你的 但是你被人利用 你又被人洗脑 过往那八年 你又在东边 封堂하고don человеч 那里 杀害那么多平民 那么我们现在 当然要做一些事情的了 至少,几次如果如此下去 施办乌克兰真的会很成为 美国的另外一中国 这时候就很容易进离北弱了 一几次进离北弱 这些生化武器和核武 就会很容易变成莫斯科 即是说需要20分鐘左右 就能打倒了 没了这个Response Time 结果这次就逼着布京出手 Maiupo那边搞定了 现在就打Donesk 另外被包围的7万多乌军 他们的状况也不太好 因为没什么粮 没什么水 弹药就低